徐师傅有一辆4米2的乡市火车 他说为了更好的揽活 就加盟了加薪洪风物流 在去年12月10号 给对方转了1万元加盟费 结果发现 运满满是一个拉货网络平台 司机可以在平台上自行注册接单 徐师傅说 他认为物流公司在忽悠自己 就拒绝接这样的单 结果对方以他违约为由 收回了加盟合同 扣了8000块钱加盟费 只退给他2000块钱 徐师傅不服气 认为对方没有兑现承诺 应该全额返还加盟费 徐师傅夫妻俩从宁波慈禧 赶到嘉兴旧州商会大厦 找到了嘉兴洪风物流 开着好 您贵心 我姓张 您是张经理 对 就是微信聊天的张经理 对 我想了解一下 他那个加盟费 到底是什么写的 他说就还给你们了 合同解除了 他自己签 他这同意解除合同 我们合同就直接作废了 那他原来那个合同还保留着吗 不会保留 所有的合同作废 那空白的 相当模式的模板 能不能看一下 模板 对 你以前的那个 没签的合同性 没有 看不了 看不了 对 洪风物流的这位张经理 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你为什么不过去 我就是 我就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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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激动 别激动 你为什么不让他拿黑 微信拿黑 你怎么会去 你为什么不去 别激动 张经理告诉记者 此前 徐师傅在微信里说的话很难听 他把徐师傅的微信拉黑后 徐师傅又发短信来骂他 徐师傅说 那是因为自己气不过 记得担心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把徐师傅拉到公司外面去核实他的说法 徐师傅介绍 去年12月15号 也就是自己加盟洪风物流五天后 洪风物流的调度员给自己发来一单活 留了货主的手机号码 说这单活是慈禧到渝瑶60公里左右 三吨18方纸箱 运费400元 徐师傅介绍 当时拉货地址离自己家有四五十公里 他嫌远 对方也怕时间来不及 还告诉自己 会让运满满平台重新安排近一点的司机来拉货 徐师傅当场拨通了那位货主 单老板的微信电话 我是正江电视台1818黄箱的记者 这个师傅说当时公司给他派了一单活 然后向你求证这单活到底是公司派的 还是别的平台 了解一下 你说 他是哪一票 哪一票 徐师傅又把当时这一单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 货主 单老板想起来了 15号他应该是在运满满平台接的单子 运满满 哪个平台 运满满 运满满是吧 想说这个单子你让他拉了吗 这个单子你拉了吗 他拉了吗 他也说远 他有就要请 对 你就想说这单你让他拉了吗 如果没拉的请问一下 你怎么能证明这个单就是我们公司给你派的呢 单老板挂断了微信电话 记得又拨通了洪峰物流调度员当时发给徐师傅的手机号码 喂 你好 您就是刚才我们对话那个单老板是吧 对 这个电话确认了洪峰物流调度员发给徐师傅的手机号码 就是这位货主单老板的 记得注意到 被徐师傅微信备注为洪峰物流调度员的这位于师傅 在去年12月10号 也就是徐师傅加盟的那一天 加了徐师傅的微信后 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图印物流调度员 他说是图印物流啊 这里是洪峰物流啊 什么情况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你这里 他说是图印物流 然后你给他背译为洪峰物流 你们先把这个事 什么情况 你们先把这个事 明白了啊 这个事你们再跟我来报警 杨杨一会就得把报警 图印物流是跟你们也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是吧 交度员于师傅认为 徐师傅应该是跟图印物流 签的加盟合同 不然自己怎么会发运单 给徐师傅呢 他签的合同是图印物流 现在是洪峰物流 图印那个老板 和这个老板不是一个老板 那图印跟洪峰到底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徐师傅出示的转账记录显示 他在去年12月10号 转了1万元加盟费 收款方是加薪洪峰物流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 所以他加盟了洪峰物流 您当时作为图印物流的调度员 给他派单 对对对 这个关系有点绕啊 那我我始终 我就是给你打工的嘛 我就给你打工的嘛 那你到底是给图印打工 还是给洪峰打工 给图印 那图印怎么会有他的 年事方式啊 那我不知道 张经理给我的 给他签好合同 他给我了你的号码 加了你的微信 徐师傅加盟了洪峰物流 为什么是图印物流的调度员 于师傅给他派单 于师傅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徐师傅想起了一个细节 他说 当时自己跟这位调度员 于师傅护加微信时 是在嘉兴海州之星 并不是在秀州商会大厦 你说当时跟这个哥们 加微信在海州之星加的 不在这里 不是 那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公司名字想不起来吧 那当时那个张经理也在是吧 对 他也在 对 他后边过去的 千万可能他后边过去 海州之星 海州之星是你们以前 图印的公司地址吗 不是 不是 目前 洪峰物流的办公地点 是在嘉兴秀州商会大厦 但营业执照上 洪峰物流的住所 是在海州之星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洪峰物流的住所是在海州之星 以前在海州之星 对 那个时候你和他都在海州之星 他跟他加了微信是吧 嗯 就是你也在产的 我在 那他当时到底是哪个调度公司 他到底是哪个物流公司 他用微信名没改吧 对 那他当时到底是 他是在58同省上给我们投资的简历 对 面试来当调度员 对对对 和管理员 对 洪峰物流的张经理介绍 去年12月10号 也就是徐师傅加盟的那一天 洪峰物流还在海州之星办公 当时张经理让调度员 于师傅加了徐师傅的微信 今年2月6号 洪峰物流搬到秀州商会大厦 营业执照上的地址 还没来得及去变更 在采访中 洪峰物流的工作人员 和调度员于师傅强调 洪峰物流与图运物流没有关系 在场的己方 没有提供图运物流的联系方式 相关情况无从合适 这时 嘉兴秀州区新城派出所的民警 也赶到了现场 后来 徐师傅反馈 经过协商 洪峰物流答应按照此前的承诺 给他安排离家近的 专门给宁波慈禧的仓库送货 18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